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为了帮助更多的弱势解决基欠健保费的问题 健保署从民国91年开始就设立了健保爱心专户 将社会大众捐款以代收代付方式 让弱势相信可以脱离欠费困境 而今年到10月份 健保署东区业务组收到了196万元社会善款 也成立了专案 共补助将近98万有41位的儿少受贿 为了帮助更多地方弱势解决基欠健保费用的问题 健保署从民国91年开始设立健保爱心专户 将社会大众的捐款以代收代付的方式 让弱势相亲脱离欠费困境 截至110年底 健保爱心专户已协助全国36000多人 补助金额超过2亿元 有一些14岁以下的小孩 他本身根本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经济能力 他没有办法提供就是佼佼保费 当然爸爸妈妈也没有能力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优先要去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小孩子在小时候 就是因为欠保费的时候 让我们在透过强势执行组 在跟他吹脚的时候 造成他信念上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1.1的时候 我想今天在做很多贵宾 很多长官在这边 我真的很在call straight 其实健保署在很多部门的话 的确是善进了我们公务机会的一个角色 我想虽然说健保 让儿科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照顾 但是一个家庭经济的关系 确实有些孩子 没办法交保费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民意组长 还有看到健保署 有这样的一个帮我们的弱势孩童 来讲这个所谓的健保欠费的问题 让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的健保的照顾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有爱的一个行动 由于近年许多新兴社福机构的需求 公益彩券应于分配给健保署 各分区业务组的经费也逐年递减 因此东区业务组 今年透过翻转逆境 用爱助儿哨的专案 在没有公益彩券应于补助的情况下 截至10月份 已收到196万元的社会善款 共补助近98万元 有失11位儿哨受贿 而健保署同时也和华东地方政府合作 统计至今年第三季 已有64位民众接受补助 进而达89万余元 因此健保署东区业务组长李明玉也呼吁民众 多多利用弱势民众通报平台来做通报 让更多弱势学童能受到帮助 记者徐立琴 华林斯报导 这把弱势照顾大展 邀请您